原标提70万亿考生丧失报名资格软件方 报名人过多没内幕考生报名接触考生 吐槽截图搜狐娱乐选 近日不少网友爆料 通过一考报名APP艺术生 进行报名遭遇卡顿 甚至出现两天都报不上名的情况 连考试机会都不给吗 截至今天下午5点半 微博话题70万考生丧失报名资格 达到近50万阅读量 诸多艺术生近日反映在 艺考报名第三方平台艺术生APP报名时 遇到卡顿乱码 甚至两天都报不上 名有考生从天黑等到天亮 依然无果有多位网友称 艺考报名有时间与名额限制 连考试机会都不给吗 而中国九大美院大多将该平台 作为唯一报名通道一类人士称 全国70万考生 均通过该平台报名考试 6日该平台回应称 服务器崩溃原因是 2019年一考政策调整 全国艺术院校减少 考点削减 加上考点容量限制等原因 造成大量考生集中 报名院校部分考点平台 会尽快疏通报名通道数据显示 仅6日上午该平台同时在线报名人数 就超过30万人次 远超去年的平均3万人次 此外该平台所属其一杭州 一贤科技2015年才成立 但其很快就成了诸多艺术类院校 招考了一通道 至2017年 该平台已自称包含87所的 艺术类校考院校 在线报名系统 今天下午 艺术生官方微博发文回应称 2019年一考政策调整 全国艺术院校减少 考点削减 加上考点容量限制等原因 造成大量考生集中 报名院校部分考点的状况 因此 2019年鲁迅美术学院 湖北美术学院本科招生 报名通道开通不久 部分考点快速报 满4日西安美术学院等学校报考人数 乘5倍数 增长远超2019预期 艺术生表示 因报名人数过多等因素 造成的报名系统卡顿 即暂停维护使临时突发状况 艺术生会尽快疏通 报名通道保证考生报名通畅 此外 对于网传有内幕 艺术生 可以私下报名的传言艺术生表示 所有院校考试报名入口 均为统一开放 没有私下报名的情况出现 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勿引网上的不实言论 而恐慌耐心等待报名通道开启 艺术生官方微博回应艺术生 还称此事造成的影响较大 当前 教育厅信息主管部门 公安网间部门 均密切关注事件进展 艺术生会快速响应 上官 直观 明称 词